今天就向大家分享一件事關於洗耳機 現在很多洗耳機都是用很多眼鏡 這些很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昨天我的衣服洗了一半 不知為何停了 這個洗耳機突然裝滿水 但又看不到又甚麼都搞不到 搞了差不多八小時 最終我就發現一件事 這些感應器 裡面有水的 它一定感應器到裡面有水才開不到 所以教大家一件事 可以開到洗耳機的辦法 通常洗耳機 我不知道每一個洗耳機 它有一個排水位 當你這個洗耳機排不到水的時候 它還有一個排水位 這條喉 這條喉 你拔了它之後 你拔了這塊東西之後 它就會排水出來 我排了水出來之後 之後 之後 你記得這個 你要重新reset 那你reset了之後 你會聽到一聲 然後就開到了 記得要排水出來 然後再轉一個圈 reset它 你聽到一聲 它就開到了 我搞了八個小時 這些高科技的東西 有時真的想不到 當你洗耳機有時又會出現問題 電板問題 所以排水排不到的時候 記得先排到水 然後再reset它 然後才可以開到洗耳機 OK 希望可以幫到以後 有些朋友 開不到洗耳機的門 記得排完水才開門 OK 拜拜